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到所有的家长 我这种年纪 40至50岁的家长 要很值得反省 究竟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段片的出现 我觉得是欣赏的 坦白说 如果从一个戏剧的角度 创作的角度去看 其实那条片的场景和场景之间的转化位 其实是有点不顺畅的 很明显看到一个戏 一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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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真正正一个美丽的戏剧 每一个戏戏戏 其实是不会让你发现的 是叫做无逢交接地转变了 等于你听一些很美丽的交响乐 所以从拍摄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还可以拍得好一点 但从一个话题性和反思面来说 他已经达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令到所有成年人 或者所有教育工作者 甚至家长去要思考 究竟现在我们的小朋友 究竟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在网上就有一位老师透露 他五年前任教的一个小二学生 就跟他自己说 他想推自己的父母下楼 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还有你小二的时候有什么烦恼呢 我觉得这个回应是说 有些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 说想推父母下楼 其实我不会觉得出奇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曾经有一次做戏剧比赛评判 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去问我 我很想考演艺学院 但是曲菲律师你告诉我 究竟第二时我能否找到吃 一个小学二年级 我担心自己第二时报读演艺学院 出来之后是找不到吃的 二年级的不是二年级的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情况是反映 现在我们的小朋友 其实思想很成熟 可能奶粉营养太高了 我不知道 总之令到他的思维逻辑 其实是已经快过很多 叫做我们那时候二年级 我们二年级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真真正正叫做 知道自己感受自己 我是谁的年纪 是约是三年级的 至四年级我就开始感觉到 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空间的功能是什么 我究竟为什么而生存 为什么而呼吸 我都是要三四年级 我才有这种思考 但是如果现在二年级的小朋友 就要问一些将来是否找到吃 甚至对爸爸妈妈的情绪 是负面到我想推他们下楼的话 我只可以说 第一 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说 这班小朋友将来是很优秀 在社会里面 真是做到一个社会动力 问题就是他们懂不懂得用自己的长处 和他们自己的优势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跟着衍生下来的就是 不可以将我二年级的经历 和现在二年级比 因为每一代人的经历都不同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我的爸爸妈妈 或者我的老师 其实某程度上 都经常跌到误区 我以前好像你这样的时候 已经很懂得想 这是你的生命 是你的经验 不是我的经验 我现在只是看得到 原来现在小学生的经验是怎样呢 是他们很早熟 他们很快想到一些 很实际生存的问题 而这些生存的问题 令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是扭曲了的 所以我觉得教育工作者好 或者家长好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前段教育局局长吴克健就说 青少年自杀问题 是源于他们缺乏生涯规划 你怎样看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吴克健先生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是很差的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每一个小朋友 轻生去自杀 那个原因的背后 都不一样的 没有一个统一性在 如果你说 因为他没有生涯规划 我怕他因为有了生涯规划 而走去自杀 因为他知道原来 香港的环境 就算你大学毕业 都是找万多元 或者八千元一个月 我不死有什么用 那件事是很危险的事 就是想说 当每一个生命 要选择结束的时候 都不是单一性的 如果他身为一个局长 我想觉得这是单一性的问题的时候 只要有生涯规划 就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有点天真 甚至有点幼稚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看回 普遍性究竟现在社会 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以为每一个生命 要结束的时候 是这么轻易的 告诉你 是不容易的 你要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 是要有绝大的勇气 和绝大的创伤 你才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你说我有生涯规划 我就不会走去自杀 其实我很有保留的 因为没有东西是绝对的 可以保障到的生命 不消失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生涯规划 究竟会不会令到件事可以好些 我都不敢说 但是生涯规划 本身我想说的是 它有它的思考性 但是没有它的绝对性 我们不要想着有生涯规划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会有规划 我告诉你 是不会有的 你只不过是有一个思考性 你的人生 在有限的年纪里面 你想做些什么 而不是告诉自己 你一定做到些什么 但我觉得 只要你有思考 其实已经有进步了 接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和制愈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了你的人生不同的面向 但一样东西是很不确定性的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即是等于你将来不作业之后 你究竟会投身哪一个行业 和你会变成一个什么人 其实你自己都不会知道 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而不是走去规划 你规划了之后 等于什么呢 可能等于你是没有了自己的 叫做 发现自己的知性和功能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要很小心 不要将两样东西混为一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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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